其核心亮点包括采用 淡化夹器件 平面变压器 以及有源整流桥 与PFC协同配合的高效架构 我们将从多个维度进行详解 帮助大家了解 这款充电器在设计用料方面的亮点和不足 各位朋友大家好 咱们这一次视频 就是对这个行家240W的 三口淡化夹充电器进行一个拆解 关于这个充电器的测试数据 在咱们主页 有需要看的可以去看一下 我把链接放在屏幕上 每一个充电产品 尽量的把它的真实的性能都测试出来 拆解的话 我也是尽量的拆解的详细一点 让各位老铁们不懂电路常识的 也可以看懂一个产品 爱好电子电路的朋友们 可以在咱们视频里面可以学一点东西 喜欢我这种硬核 测拆视频内容的老铁们 记得一键三连点赞关注投币轴起 你们的支持 就是咱们更新的动力 咱们话不多说来进行盘塌 行家这个企业 喜欢电子的应该都不陌生 人家就是专业的一个电源厂家 比如说华为的充电器 板子上面都有行家的标识 就证明这是行家帮他们代工生产的 现在行家他自己也在做这种充电器 估计是由于经验不足吧 造成了这个对手机的兼容性 做的很不好 但是至于大功率的设定的话 我觉得这个设定是很合理的 240瓦的满功率 它是设定在不能够超国标 一直控制在70度以下 内部电路有多硬核 我们拆开了过后才知道 废话多了一点 我们马上开始拆它 正规厂家的产品 咱们就别想去撬开了 我们直接用切割机把它切掉 切得差不多了 我们用撬棒把它撬开 开了一点点缝 我们可以看到内部胶全部都灌满了 这个又是一个全灌胶的工艺 灌得非常的扎实 这个我清胶又要清半天了 我把这个充电器壳体两边全部都切开了 这样才能把这个充电器的主板给它拿出来 我直接把这两根导线直接给扯断了 直接把它拿出来 大家看这个内部的模块 兄弟们 看我拆出来的这一堆硅胶 够不够扎实啊 我记得上一次拆出这么多硅胶的 是库台科家的15号 这一个又是拆出这么多啊 外面包裹的是黄铜杜西的板子 这一块是背面的 背面还有一张白色的 作为隔离用的一个绝缘板 模块真上方 还有一块黄铜的板子 这个包裹真的是360度全包裹啊 内部关键的地方 有赖高温的绝缘胶带 缠在上面做绝缘处理 然后这上面还有一张黄铜板子 这是直接包裹在这个变压器上面 全包裹的 一方面灌这么多灰色的散热硅胶 快速的把热量导出来 另一方面又用一个散热吸数 只有一百多的黄铜片 双层包裹 用紫铜片不行吗 铝合金的话一样的可以做啊 这种矛盾的做法 我不知道这个操作是保温还是散热啊 然后这上面的元器件松松垮垮的 是我已经把它全部都拆散了 然后再把它简单的装在上面 把它拼凑出来 为了就是给大家展示一下 这个内部的模块 我们后面来给大家讲这个电路的架构和元器件使用的情况 我还好吗 你说的顶着呢 我们下方的发表 这一款行家出品的240瓦 三口氮化加快充充电器 内部采用了较为罕见的 三路独立的开关电源架构 通过PFC深压电路统一输入 在分别由三组独立控制的电源进行变换 分别负责三个接口的电压输出 其核心亮点包括采用氮化夹器件 平面变压器 以及有缘整流桥 与PFC协同配合的高效架构 整机内部用料可以说是颇有诚意 我们将从多个维度进行详解 帮助大家了解 这款充电器在设计用料方面的亮点和不足 首先来看输入侧的EMI电路 保护部分使用了一颗来自东莞贝特电子的932系列 慢容保险丝 规格为4安250伏 贝特电子2001年成立 专注于电路保护旗舰 共模一致方面 行家设计了两极绿波结构 第一极为环形共模电杆 带有塑料支架 提升结构稳定性和散热性能 安规X2电容来自汕头松田电子 规格是0.47微法275伏 用于一致插膜照身 这家公司是成立于1988年的老牌安规保护原器件制造商 第二极共模电杆为扁平铜带结构 这种结构可以在体积受限的空间中实现更大的磁通量 一致浪涌方面 第二极共模电杆底部并连了两颗 来自江苏阳洁电子的FEMM贴片二极管 用于抗顺态浪涌电压 阳洁电子2006年成立 是国内功率半导机器件的龙头厂商之一 另外还有一颗来自松田电子的NTC热敏电子 也是用于加强浪用防护 而整流部分为这个充电器的第一个亮点 有源整流 这是一种技术较为领先的AC-DC转换器 它通过使用全控型有源器件 如晶体管或MOSFET 替换传统整流桥中的二极管 有效降低了导通损耗 从而提升转换效率 这个充电器用的是荷兰N字谱半导底出品的 有源整流控制器型号TEA2209T 唯一款全桥四管的主动整流控制器 类似高压驱动器 根据交流电压输入的极性 自动切换对角的MOS管 导通或者关闭 实现超低损耗的主动整流 N字谱半导体 1968年起步 全球半导体大佬 电源管理IC是它的看家本领 全桥控制器 控制着四颗来自深圳上阳通半导体的SRC65R230BS高压开关管 组成高效有源桥式整流结构 这款开关管的规格 蓝压650V 导组230毫欧 最大陆极电流21.2A 深圳上阳通 2012年成立 是一家专注于高压功率MOS器件的供应商 有源桥的辅助启动路径 使用了一颗 江苏阳节电子出品的YBS3010贴片整流桥 规格为3A1000V 它并非冗余的元件 而是在TEA2209T 尚未进入正常驱动状态前 提供临时整流支持 同时具备电路容错保护功能 是有源桥设计中常见的辅助路径 亚曼绿波最后使用了 两颗来自台湾凯利电子的薄膜电容 外加一颗环形电感 进行平滑直流电 两颗薄膜电容规格都是 一维法 内压450V 台湾凯利电子1986年成立 是东亚知名的被动器件制造商之一 抽叠器的PFC功率因素矫正电路 采用一颗美国犀利节出品的 SY5072B控制芯片 适应型号是D9D01 这是一颗支持CCM模式的高效PFC控制器 犀利节成立于2008年 是模拟电源芯片领域快速崛起的国际厂商 在国内设有研发团队 电源的PFC主开工馆 采用的是一颗来自美国纳威半导体出品的 NV6138A淡化加功率器件 规格为赖压700V 导组120毫欧 纳威半导体是淡化加技术的全球开创者之一 其GANFAST系列产品 以广泛用于高端充电器与服务器领域 PFC整流输出使用的是两颗江苏阳节电子出品的MUR5U60超快恢复二级管 并连进行输出整流 赖压600V5A的电流能力 PFC旁路保护则是用两颗私印RS3MBF的贴片快恢复二级管 充电器的PFC电感 外部有黄色的赖高温胶带缠绕进行保护 侧面有厂家的吃音信息 搭配使用5颗高压滤波电解电容 其中4颗由湖南爱华电子提供 电容规格为22威法 赖压400V 爱华电子创办于1985年 是中国电解电容老牌的制造商 另一颗则是来自香港东家电子出品的电解电容 规格也是22威法 赖压400V 东家电子1992年成立 也是一家老牌国产电容品牌 这个充电器采用的是三路独立电源架构 均采用唐家自家的平面变压器 这种变压器有助于提升磁性能 降低漏感 增强功率密度和散热效率 是现代高功率多口快充的主流选择 首先来看C1口电路 核心主控为杰华特微电子出品的JW1556芯片 采用AHB架构 就是不对称半桥拓步架构 是一种高效轻载控制逻辑 适合高功率GAN快充使用 杰华特成立于2013年 是国内新兴电源芯片企业 这一路的功率开关器件为 拉威半导体的NV6247C淡化夹芯片 此器件内部包含两颗160毫欧 耐压650伏的淡化夹功率器件 用于AHB半桥拓步使用 配套的携震电容 规格为0.25微法 耐压250伏 JW1556的供电电容 采用的是百瑞凯电子的QR系列固态电容 规格为100微法25伏 深圳百瑞凯电子2011年成立 专注于快充领域的 固态铝电容解决方案 C2和C3口分别采用 上海南星科技出品的 SC3057B芯片 这是一款QR工作模式的 反击核峰式控制器芯片 内部集成淡化价功率器件 简化外围器件设计 提升功率密度 南星科技2015年成立 是国内USB PD控制器芯片 和电源SOC领域 成长迅速的厂商之一 SC3057B主控供电 采用的是台湾万域电子 GY系列的电容 规格是22微法 耐压50伏 台湾万域电子 1996年成立台系 高品质电容器品牌之一 另外这个角落 还有一颗100微法 50伏的固态电容 则是为PFC 淡化价芯片 和CE口淡化价芯片 供电 保障芯片的启动电压稳定 三颗平面变压器 均为行家资产 变压器支架上面 有行家的适应信息 而且变压器的PCB上面 直接集成了 同步整流管 及驱动电路 进一步压缩体积 反馈隔离 与同步整流电路 电源输出部分 采用了完整的光偶 加同步整流结构 以提升效率 并确保隔离安全 隔离反馈 采用的是四颗 来自台湾光宝科技出品的 光电偶合剂 型号为1009 光宝科技成立于1975年 是全球光偶和光电子产品的 主要供应商 输出安硅外电容 则是由厦门 华信安电子提供 共四颗贴片陶瓷外电容 华信安电子 成立于2001年 是国内高质量 安硅陶瓷电容器 生产厂商之一 三路同步整流方案 都是采用的 一模一样的电路方案 同步整流控制机芯片 统一采用了 美国新原半导体 MP-S出品的 MP6908A 芯片的私印开头为 IPH MP-S成立于1997年 是模拟电源领域的 老牌美资公司 MP6908A 是一款非常成熟的 同步整流驱动器 兼容多种特朴 支持自动进入整流 或关闭模式 有效提高轻载效率 对应的同步整流 功率管 均为重庆评委实业出品的 055N10ESL NMOS开工管 规格为赖牙100V 导主4.4毫欧 最大漏极电流100A 适用于中高功率 同步整流 重庆评委 2009年成立 是国内 拨有名气的 功率半导体制造企业 输出滤波电容部分 C1口 使用了两颗 来自台湾万域科技的 ULR系列固态电容 规格分别是 270V和470V 那压都是35V C2和C3口 则各配两颗 深圳百瑞凯出品的 RQ系列固态电容 规格均为470V 那压25V 协议控制 与三路输出控制 这个送电器支持 USB PD3.1协议输出 三口均由 深圳应急性科技出品的 协议芯片控制 型号分别是 IP2738U 与IP2756 IP2738U 是一颗支持 双口独立控制的 协议控制器 C1和C2口 由它统一管理 分别输出 140W和100W IP2756 则控制C3口 支持PD3.0 单口输出100W 应急性 成立于2008年 是国内领先的 USB快充芯片厂商 三个充电口 V8控制 分别使用了 三颗不同厂家的MOS C1口 使用的是 江苏华人微电子出品的 014N04B NMOS开关管 规格为 40V耐压 具备超低 1.1毫欧的导主 最大的陆极电流 200安 这家老牌 国有企业 是国内功率半导体 产业链 重要支柱 产品的质量 稳定可靠 C2和C3口 则是采用 深圳微造半导体的 3698AE MOS开关管 规格为 30V耐压 导主3毫欧 最大陆极电流 76安 微造半导体 2001年成立 专注于 功率半导体旗舰 3698AE 为其经典 快充用 低主管型 具有良好的 导通特性 和热性能 三个充电口 输出均配至 R2005 采样电阻 用于电流监测 与过流保护 这款行家 240瓦 三口淡化加快充 整体电路设计 在结构 功率分配 与用料层面 可谓十分激进 优缺点 也是很明显 看我来给大家分析一下 看我说的有没有道理 先说优点 在架构上面 采用PFC 加三路独立变换结构 对应140瓦 和两个100瓦输出 兼顾高功率输出 与设备隔离能力 在多口充电器里面 属于高端方案 在用料上面 整合了国内外主流优质器件 PFC与主控 精维淡化加驱动 电解与固态滤波电容 光偶 整流管等 均出自 业内知名品牌 再加上自家的 平面变压器 整机器件 可靠性非常高 再来讲讲它的缺点 散热设计 非常矛盾 内部用了散热胶 而且是采用全灌风工艺 快速均温 保护元器件 但是外层 黄铜片 全包裹 限制热量散发 实测160-240瓦烤机 温度达到70摄氏度 立即关断输出 两颗NTC热敏电阻 放在变压器下面 这种矛盾的设计 足以说明 黄铜片的散热瓶颈 非常的明显 造成内部热聚集效应 NTC热敏电阻 检测到70摄氏度 立马就关断输出 温度难以快速的散发出去 协议兼容性不足 应急性的两颗 协议芯片 没有做优化 部分手机无法触发 大功率的快充 应急性本身 是支持深度定制服务的 它可以根据厂商的需求 进行协议定制 与兼容优化 问题的根源 很可能在于 行家作为 新进入快充领域的品牌 在协议协商 与适配层面 经验上浅 导致未能对 主流品牌手机 做足定制优化 充电器的三个Type-C口 均采用蓝色的胶心 也就是舌片 内部的做工细节 经得及推胶 做工还是很不错的 外壳均为 不锈钢的材质 折叠插脚 采用的是黄铜材质 包括内部的黄片 也是采用的铜质的 壳底上面 有行家的logo 证明这个也是 行家自家生产的 这上面同样有 行家的logo 主壳底的内部 同样有行家的logo 主板背面的白色塑料片 一样的有行家的logo 这款行家的240瓦 淡化价三口充电器 测试和拆解 全部做完了 最后还是来总结一下 它采用的是 三路独立电源架构 用料扎实 结构基金 特别是用到 有缘整流电路 和自产的平面变压器 是它的亮点之处 在实测方面 兼容性中规中矩 蓝厂的设备 兼容性最佳 PBS快充 这一点稍显遗憾 高负载测试中 240瓦满载 可以坚持22分钟 触发过温保护 温扣区间在 65到70度左右 好在转化效率 非常出色 110伏可以达到90 220伏可以达到91% 这个表现在 AC-DC-DC的效率里面 很亮眼 温波控制方面 全负载输出稳定在 70到140毫浮区间 线性响应平稳 属于合格水准 总的来说 它是一个面向 多设备用户的 高规格方案 该产品的电路架构 用料优异 输出能力强 做工顶尖 为在散热思路 和协议兼容性上 仍有提升的空间 尤其是在进入 消费电子领域的初期 如何从电源企业 快速适配 消费场景需求 仍是行家需要 改善功课的 一道课题 喜欢咱们这种 硬核测载视频的内容 的老铁门 记得一键三连 点赞关注投资周期 你们的支持 就是咱们更新的动力 谢谢大家观看 咱们下期视频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